3. 与主耶稣,基督德圣明 我现在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德圣明 来开始今天神祖的聚会 请我们来到联听神的话语 出自诗篇113篇 三到四节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士应当赞美地 又说超乎万民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我们很可能有少少 PowerPoint的故障 试一试看在后面 能不能只用PowerPoint 不stream在网上 看行不行 各位领字妹 早晨 请我们一起站起来 用我们的歌声 去赞颂我们全能的神 祂所所做的一切 都是奇迷的 书手所终万章十年 同法识音赞美真身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温幽明月光照日安 康复门门 情深恍分 赞美真身 赞美真身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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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一生万福持愈 天下神灵动当中意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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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万坤赞美主美 同心赞美 赞美真身 赞美真身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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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责美你生命 恩主 责美你生命 恩主 你的命伟大 只伟大受众责 我要责美你生命 恩主 责美你生命 恩主 你的命伟大 只伟大受众责 我要荣耀你生命 恩主 荣耀你生命 恩主 你的命伟大 只伟大受众责 我要责美你生命 恩主 责美你生命 恩主 你的命伟大 只伟大受众责 我要荣耀你生命 恩主 责美你生命 恩主 你的命伟大 只伟大受众责 我要荣耀你生命 我要荣耀你生命 恩主 荣耀你生命 恩主 责美你生命 恩主 你的命伟大 只伟大受众责 将一切荣耀你生命 将一切荣耀重赞 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我们没有封诚恩惠的父神 我们今天早上回到你的家中 要尊崇祢 我们要敬拜祢 因为祢是智慧的开尊 祢是圣洁和名习 连述又充满了慈悲 公义正直 但祢又不轻易法律 祢实在对我们美好 祢是救出我们在罪恶的当中 才下了圣灵 引动我们在生命前面的道路 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盼望 有方向和有意义 祢是主祢给我们的恩典 神啊 我们深知道 祢的心意是要我们远离罪恶 用我们的生命来到祢的面前 祢将现神祢自己的荣耀 当祢在这个十字架 坦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 当祢在这个羞辱当中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的时候 我们才了解到神 祢原来祢是要赐给我们平安 祢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意志 祢求神祢赐免我们的罪恶 祢求我们能够跟住 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虽然我们过去是恨眼 但如今我们能够看见 虽然我们过去是失丧 但如今是被神的恩兴来寻灰 这些都是神祢恩兴的奇遇 是八百次级给你自己所爱的无量 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对主有一个回应 献上我们微小的力量 将我们的心灵 来得加拓给主 能够忠心事奉主 为这个真理来打仗 所以我们也为了一帮有肢体 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求神祢的恩兽 继续扶持 帮助医治 心灵是有忧伤的 靠上你用圣灵来到他们的身上 来安慰他们重建 再次赚乐起来 主要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 我们期望都是能够牵上我们最好的献祭 能够讨助你自己的喜悦 我们以上的图交堂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的奇迹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读你的命为圣 愿你的各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各度权兵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请坐 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亢众 荣耀全 好 我们来到 这是读神话语的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看《以复所书》第3章 第7到第13节 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 来和我们一起去阅读这段经文 第7节开始 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恩典 因此 这恩次是照他运行的大能刺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全给外邦人 由始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女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为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法观的智慧 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 我们恩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拘 读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完善你们的荣耀 好 我们祈祷 天上帝 我们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仰望你 你的话语是深奥 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求你今天早上在这里帮助我们去明白 你自己的旨意 也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读一段这样的经文 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挑战 就是究竟这段经文如何去帮大家去面对每日生活里面的挑战 我们每日的繁忙 我们家里的经济问题 夫妻问题 很多其他我们要做的抉择 究竟这些经文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如何串起来 所以是对于 或者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 我今天尝试 都是借着这些真理性、教导性的经文 来把它形容在我们的生活上 或者我开始的时候 我说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有一个人他走过一个建筑的盆地 这个是在欧洲的 发生在欧洲 看到有些工人在他面前有一大堆石 有很多工人在那里 他很好奇 他就去问其中一个 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即是你现在在做什么? 第一个他就说 我在这儿作石 很明显的 他手里面拿着锤子的工具 他就去问第二个 他说 你在这儿做什么? 第二个工人 他说 我谋生 I'm making a living 我谋生 然后他再问多一个 他也是同样的问题 你现在在做什么? 第三个工人很特别 他立刻放下他手里面所拿着的工具 他立刻站起来 很严肃的 他眼睛好像很闪亮的一些光 他很严肃地回答了一句话 他说 我现在正在建造了一座伟大的教堂 三个人同样的工作 但是有一个是很现实的 我现在在做一个生命 我现在在这儿谋生 有一个就是看着眼前的东西 他在做 我在这儿作石 但是其中有一个 他会看到他不是单单在这儿作石 他在做历史 他在做历史 他在建造一间伟大的教堂 为什么三个同样的工人 其中一个会有这样的视野 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样的保罗在这本书信里面 他也说出教会 和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 神给我们有什么计划 如果我们能够和保罗一样的 有相同的看见的话 我们会很切实地在教会里面 不去生活和建造教会 对很多基督徒来说 教会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选择 是一个选择 有很多基督徒 他甚至不来教会 不聚会 他不会觉得有什么失落 他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 又或者他很可能在教会里面受过伤 又或者他看到教会里面之所谓的很多黑暗 明争暗斗 争拳 争利 甚至有些跌倒的传道人 使得他很失望 我承认教会实在有很多地方是使人失望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些东西 我们就停止成为在教会里面的一份子 英文有句说话 Don'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water 意思是说 你不会因为有几个坏的警察 法官 你就将整个法律体系掉下 不会的 教会里面仍然有很多忠心于主的人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只是单单看着那些伤害 那些不好的东西呢? 教会对于世界的人来说 还更加没有意义 有很多人认为教会是一个浪费资源的地方 浪费资源的地方 对他们来说有更多更重要的命题 比如说地球和暖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过去二十年里面 很多人说这件事 Global warming这件事情 现在所谓的同性变性的合法权 很多寻求我们这个开心快乐的基本概念 政治正确 黑人命贵等等 这些东西不比教会重要吗? 很可惜 这些概念潜移密化地再改变很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都走上政治化的路 而离开了Piblical teaching 在圣经里面合乎圣经的教导 这些教会观 以至于对教会的投身 对教会的委身 是最低限度的 只要每个星期出席 已经不错了 不要说要投入 不要说是委身 不要说是十分之一的奉献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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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在宇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耶稣基督为教会而死 耶稣基督为教会而死 所以如果我们轻忽教会 轻视教会 我们忽略教会 我们不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忠心于教会 你亏欠的不是人 你亏欠的是神 你亏欠的是基督 保罗在大马色路上 他怎样遇见基督 耶稣基督怎样跟他说 他说 桑罗 桑罗 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在那个时候 桑罗看到一个真理 原来逼迫教会 就等于逼迫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 你疏忽教会 就等于疏忽耶稣基督 没有两样 所以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爱神 你不回教会的人 你不要说你爱神 你不委身于教会 你不要说你爱神 你不投身于教会 你不要说你爱神 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地方 这个教会就是神的身体 弟兄姊妹 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只能够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 否则你是欠欠耶稣基督 你是轻视耶稣基督的死 弟兄姊妹 我知道这个主题是很严肃的 但是因为上一次和上两次 我都跟大家说到 在我们最近40年里面 基督徒的数字已经越来越低 但是2019年就有5400间的教会 关门大吉 而新兴建造的教会 远远比不上关门的教会的数目 这是一个趋势 就是连我们美南针讯会 所以那位的成员的数目 都越来越低 弟兄姊妹 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我不知道 很可能有很多问题 但我可以跟大家说 其中一个我们可以 大家都认同的就是 弟兄姊妹 不卫生在教会里面 教会的兴皇 不是单凭传道人的一个人的责任 又或者是长老执事的责任 教会的兴皇是每一个人的兴皇 才带来这个兴皇 你试试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星期都将一个火把带来这里 然后扔在这个广台面前 这里就会有一个红红的热火 但是如果在我们当中 有一半人都不带火把来 这里的火会很小 又或者这个台里面前面的火 只有我这把火 你没有办法消亡大家 弟兄姊妹 去消亡大家的火 是要靠你的火 他的火 他的火 我的火 一起放在这里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你的火带来 你有没有把你的热情带来 你有没有把你的卫生带来 弟兄姊妹 我们离家会不是为了每一个礼拜 都在我要things to do 那个瓶子里面打一个勾 我试试了 我来到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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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好 弟兄姊妹 离家会不是这样的意思 离家会是要把你的生命投在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 这里所有的每一个人 都是用耶稣基督的补血买熟 这是用耶稣基督的补血买熟 这个介绍太长了 我现在要开始下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今天的信息 我要告诉大家 正 在保罗的即使里面 他是如何将神的奥秘 将神的话语来宣讲 你会发觉到这七节的经文 可以大体上分开两段 第一段就是七八九三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 你会看到保罗是用我这个代名词 这个pronoun 这个代名词 我我我我 到第九节 对不起 第十节 是一个transition verse 然后到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他用的代名词是你们和我们 弟兄姊妹 这个transition是一个很明显的信息 第一段的信息就是保罗 他仍然在做这个福音 奥秘的管家的职事 他所要做的事情 接着到第二段 第十一节到第十二第三节的时候 他说到教会要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开始看保罗这个信息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保罗奉命把基督的丰富全给外邦人 并使众人都明白者奥秘和神的智慧 以至于我们祈祷并不在考验中灰心丧胆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一点 第一点 保罗安神的恩赐成为奥秘的管家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件事 有三个重点 第一就是他会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 就是第八节 第二他会使众人都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 就是第九节 第十节 他会把这个福音的奥秘 讲给宇宙一切的人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扩展 外邦人、众人以及宇宙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就是保罗将福音的丰富全给外邦人 保罗原本是一个反对福音的人 他迫害基督徒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福音的管家呢? 为什么他生命如此的扭转过来 来去服侍神呢? 他说我作了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恩赐 意思就是说我保罗能够做福音的管家 乃是因为神给我的恩赐 第七节 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恩赐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他两个恩赐 最少第一就是神提示了给他知道奥秘的本身 这个奥秘的本身神提示了给保罗 第二就是将全奥秘的责任和职份给他 这是保罗所承受的两个职份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保罗虽然是一位使徒 但是你和我今天都有同样的领受 就是你和我今天都领受了福音的奥秘 就是大使命 所以我们其实和保罗的经历没有什么分别 保罗将他所得的东西传给外邦人 他看到这是一个殊荣 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即使 但是保罗同时看到他自己的不配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说 他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 在文法上、在逻辑上这句话是说不通的 因为最少已经是最少了 不能比最少更少的 所以在逻辑上这句话是说不通的 但是在神学概念上是可以说得通的 保罗他看到他自己的位分 他虽然是贵于一位使徒 但是他不会看他自己是一位使徒 是高于众人之上 相反的他看到他自己是比众人更低 是因为他有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他曾经逼拔过耶稣 所以他这句话不是一种虚偽 不是一种自贬 乃是他心底话 乃是他心底话 他觉得他不配 他觉得他得到的是一个无穷尽的怜悯 所以保罗只有一个回应 就是勇敢于承担起这个使命 弟兄姐妹 我们怎样去承担大使命的使命 乃是在乎我们怎样看我们所领受的恩典 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个大使命 是完全在乎我们怎样看我们这个恩典 在保罗的言语里面 他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 关于这个奥比 他说这个奥比是测不透的丰富 究竟他是想说什么呢? 究竟他想说什么呢? 这个测不透的丰富 在原文这个字下 他的意思是无法追踪的意思 无法追踪的意思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意思 是因为第一 字二的缘故 第二 在另外一节的经文里面 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 保罗这么说 他的宗迹当然是神 神的宗迹何其难尋 在这个何其难尋里面 这句说话就是同样的一个字 在新约里面只有这两节的经文 用了这个字 是无法追踪的意思 换句话来说 基督的丰富 他里面的智慧 他们里面的奥比 有如地之阔 海之深 天之高 他在这里说 告诉我们的时候 不是叫我们灰心 就像一个小孩看着面前这本书 很难啊 不明白 灰心放弃 不是 他用这句说话去描述基督 心不可测的奥比 不是要我们灰心丧胆 而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他说你去吧 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基督 你可以尽情地认识基督 你要尽情地经历基督 你不会有一天 Run out of Christ to know 你不会有一天 但是去到这个边界那里 你已经完全明白基督 心不可测 测不透的丰富 弟兄姊妹 很多基督徒 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 根本没有这个测不透的丰富的表现 相反的很多基督徒属灵生命是贫穷的 是软弱的 一些丰富的痕迹在他身上都没有 为什么 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 我知道当中有很多人读英文圣经 在那里面去找一个字 可以去表达这个深不可测 丰富 测不透的奥秘 这个意思 你看一看 我不知道 打出来 你会发觉有很多个字 有unsearchable 即是难以查究 无可探索 inexplorable untraceable 无迹可尋 unfathomable 深不可测 inexausible 永不枯竭 無可限量 illimitable 無法明白 incalculable 無法计算 incalculable infinite 無窮無盡 弟兄姊妹 这些是学者 很高深学问的人 尝试去翻译 聖经里面这个意思 用了这么多不同的字 可想言之 就算有几个博士学位 都不能够描述基督的奥秘 都描述不了 基督深不可测的奥秘 更何况我们这些 平常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的奥秘是这么深刻的 是这么深奥的 我们究竟用了多少精力 时间去探索呢? 所以我给一些意见 就是当我们这班人 已经领受了这个 测不透的丰富的恩典 我们是这个恩典的承受人 我们相信基督的恩典 永远都够我们用 在这个道路里面 我们有很多挑战 很多痛苦 很多难处 在这些困境里面 弟兄姊妹 你会觉得神的恩典 够你用吗? 或是我们需要去外面 尋找一些答案 似乎这本圣经 找不到的 似乎在神里面 你找不到答案的 你的帮助似乎在神的话语里面 找不到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 你错了 保罗说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 这句说话 请不要 把这句说话的含义 限制了 在从死里面 拯救我们 成为有永生的人 这个这么狹窄的 一个观点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天 都需要被拯救 我们每一天 都需要有神的恩典 来救我们出来 而救我们出来的 就是福音的大难 所以弟兄姊妹 我不管 你现在面对什么困难 你的答案是圣经 你的答案在神的话语里面 你的答案在神的启示里面 我深信这本书 包括我们所有人生问题的答案 这是我深信 如果你需要在这本圣经以外 去找答案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 就是你对这本圣经不熟悉 所以当我们领受了 这个丰富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相信马 我们活出一个生活 好似我们相信马 弟兄姊妹 这是给你第一个挑战 第二 当我们承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像保罗那样去传呢? 我们会不会将奥比的恩典 丰富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动机 一个推力 使得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事形上 我们忠心 B点 第二阶段 刚才我们说到保罗将这个丰富的恩典 向外帮人来传达 现在他去到第二阶段 就是要使众人都明白这个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比 是如何安排的 我们这里也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 就是先说到明白这个字 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光照或者啟蒙的意思 就是在第一章第十八节 保罗也用过这个字 他说 愿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那里的照明就是同样的这个字 他是使得众人都能够明白神的奥比 保罗在神的面前领受了这个使命 神耶稣基督 你帮我advance 可以这样按一下 神亲自的对保罗 告诉他你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看看 小徒行传第二十六章第十八节 我差你到他门那里去 要叫他门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但拳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验 这一段的话语 大兄姊妹 如果你把这一段的话语放在以乎所书 头三章旁边一起来看的时候 其实保罗一直在说的事情 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找到 头三章里面的教义 说到关于神的恩典在创世以来 简选他们的恩典 一直在熟算的时候 其实就包含在这里 保罗他在大马式的路上 他受到一个外面的光照着他 但是同时他心里也受了蒙了这个光 弟兄姊妹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光 他只不过是核子领核子 两个人都会掉到这个坑里面 弟兄姊妹 今天为什么神要给你这个光 给你这个明白这个傲秘 那是因为他不想你这个核子 我这个核子去领另外一个核子 他要先给我们这个光 他要先照明我们心里面的光 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领另外一个核子 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大马式的路上 保罗不仅外面被这个光光照 他心里面也被耶稣的光光照 下一个章里 下一个是说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六节 保罗这么说 他说那就是说耶稣基督了 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所以弟兄姊妹大家要记住 我们本人这个人 一定要先首先避这个光光照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去领那些黑暗的人出来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光 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而且神是要藉着他自己的话语 来成就这件事情 第二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 在第九节里面说到这个对象的不同 第八节是说到外邦人 第九节用的用字是众人 虽然有些意思是有些重叠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众人就是包罗万有的意思 包罗万有的意思 不是说到犹太人以外的罗马人 很可能还会说到整体性的外邦人的意思 就是神的计划就是要所有非犹太裔 无论你是什么国籍的 你都可以同为一体和成为一个圣众 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第九节 他会用《创造万物之神》这句说话 来对应众人的用词 因为神创造万物 万物都以神为本 所有人都有同一个根源 因为是神创造的 所以事实上 这个奥秘就是包括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有的人 不同种族的人 都可以在耶稣居基督里合而为一 第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 身为福音的执事保罗 不单止将耶稣基督这个测不透的丰富 传给我们 而且还要将众人明白这个历史以来所隐藏的奥秘 还有一点就是要知道神如何安排 这句说话真的很奇妙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这句说话 神如何安排这个奥秘 一个是macro 一个是宏观 一个是micro 一个是微型 在宏观里面 当然是说到神在宇宙里面 他创造这个宇宙 他简选一些的人来拯救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 看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的内容 但是在微型的在micro上面 我才觉得责心 我们在这里当中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移民来美国 我想在座很少在这里出生 要么就是香港或者马来西亚之类的地方 在我们那个年代 或者连长一些的年代可能是坐船 我们那个年代已经开始坐飞机了 我还记得我们来的时候要坐日本航空 我记得是 要驚停夏威夷 因为要加油 因为那时候的飞机 不可以一口气飞来美国 去到夏威夷停的 那时候也不知道多开心 那时候听说过去夏威夷啊 你不要想想 如果那个飞机当时失事 我今天不在这里了 是吧 如果要那个飞机不失事 那时候有多少事情要发生 所有这架飞机里面的每一个配件 当日都要运作得好 对吧 在这个飞机里面 如果有一些重要的零件失灵的时候 那天飞机就掉下海了 抗传道就不在这里了 所以那一架飞机必须要 这么多零件都要运作得好 而且这个保养维修这些工人 他一定要做得好 如果他忘记了 在扭住一个压子 那就可能大件事了 对吧 又或者当日加入去的汽油隔 有点水混在里面的时候 那又惨了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如果我要平平安安地 从香港飞到美国的时候 这个飞机一定不能跌下去 而这个飞机不能跌下去 背后发生了多少事 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 你想一想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过去几十年的经历 任何一个环节断了 没有发生 今天都不会出现 可能会少了一个人 少了这个人 少了我这个人 对吧 所以在这个微型里面 在你和我的生活里面 你和我的得救里面 哪一个和你传福音的呢 和你传福音的人 要存在 对吧 那个人不出现 就没有人和你出现 你可以说 他不传福音 有另一个 我想这个不是那个点 因为始终也会有一个人和你传福音 对吧 始终也会有一个人和你传福音 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神的安排的时候 你不得不赞叹神的智慧 你不得不赞叹去赞美神的丰富恩典 从宏观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宇宙的组合 看到神在这个宇宙性里面 这个教会的出现 从微观 在你和我的生活里面 每一个细节都是这么重要的 我不出现 我不会和太太结婚 这个意思是 我没有现在的子女和那些孙子 都不会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你能看到神是将每一样的配搭 让我们能够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计划 第十节 他使宇宙一切力量都认识神的智慧 他说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由于在这里的经文本身 就没有交代到 究竟什么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没有什么解释 所以我们不能肯定它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们可以从别的经文帮我们去看一看 就是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 我想我没有打出来 对不起 《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那里说 《天使也愿意详细刹看这些事》 这句说话很有意思 《天使也愿意详细刹看这些事》 《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 这些事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神的计划 在这个教会里面 地上一切的事物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天使天君 或者这个天上执政的掌权 很可能就是天使天君 又或者在灵界里面的活物 就是说 神原来没有向他们启示这个救恩的计划 他们只不过是服役的灵 神没有向他们启示这个救恩的计划 所以人就会成为了一台气 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我们大家都在扮演这个角色 虽然那个主角不是我们 但是我们也在扮演一个角色 我记得以前跟妈妈去看大戏的时候 我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这个人走出来的时候 他的身份有多重要呢 有两件事 立刻可以知道他有多重要的身份 第一就是他在后面插了多少枝旗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些什么 就是看他插了那枝旗 还有看他的服装是暗淡色的 还是很光彩的 第一件事就是他的服装 第二就是跟着出来的那些 跟着出来的那些 跟着出来的那些 有多少个 如果只有一个两个的那些 这个不太重要 但如果一出来有四个 一出来有四个 就更多的那些 代表着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大将军 所以小时候看大戏 就开始摘出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不过是我自己的领袖 所以 弟兄姐妹 你和我都扮演一个角色 但是你占在天国里面没有 在天国里面没有 在天国里面没有 我们不是走先死先站两边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由基督自己的血买熟我们回来的 所以你不可以说我们 不可以告诉别人 你不要告诉别人 你不重要 当你告诉别人 你不重要的时候 你是灭视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觉得你重要 他用他的血买你回来 为什么我们要够胆 说自己不重要 所以在这个 这个宇宙的舞台里面 虽然我们今天不是拜登 我们不是这些总统 不是州长 但是在神的眼里面 我们是重要的 当我们到了旧日的时候 到了很多历史的时候 很多名字出现 读到那时候就很闷 你一定会很快 那时候真的是速读 不断捏过去就算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些名字的出现 有一个信息在背后 就是神没有忘记你 神没有忘记你 换句话来说 如果神在这本历史书里面 因为书是有限的 有一个蝙蝠是有限的 他没有可能将所有的名字 都写在这本书里面 是不行的 所以他只能够用一个表证 simple 就是记录家谱 记录这些人的名字 记录在祭司里面 哪一个祭司的家庭 他做什么 他搬什么 他做什么 这些人的位分 他们的职分 全部写出来 有一个属灵的意思 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是没有责任的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家谱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在旧日里面 这些人和他们的描述 他们的职责的时候 请你不要忘记 他是在说你 他是在说我 在圣经里面说到这个会幕里面 每一个人 亚伦的后裔 他的儿子是谁 他要做什么 有些人进去是专业 去抬 有些人是拿布 去盖着私人宝藏 有些人是拆帐幕 有些人是抬 那些军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 第2节目 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得这么清楚 今天这些经文对我来说没有关系 我说有关系 为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 在神的家谱里面 在神的国里面 在这个建造神的国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功能和职份 我说的是每一个人 只要你还没死 你的职份也还没完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教会的时候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你就不会撒在那里 你就不会懒散 因为你有一个职责 你究竟是担那个 还是抬那个 还是拆帐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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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担持私人宝藏那个 我不知道 但你肯定有一个职责在你里面 让我们这个人生成为一个舞台 让这个天使宇宙灵界可以看到神的智慧 我们现在演一台电影给天使看 让天使知道 哇 原来我们服侍的神是这么智慧 当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形象的时候 天使马上在天上要赞美 要抢尸 好 我们一定要移动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个大点 就是去到下面那一段 刚才我们所说的 全部都是关于保罗和保罗的即使 现在来到教会 第二个大点就是 教会是改变世界的中心 教会是改变世界的中心 所以我每一次看到新闻 有很多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Linda可以跟我见证这件事情 我经常都说 教会的问题 教会的问题 当这个社会道德沦亡的时候 我问教会在哪里 Where is the church? Where are the Christians? 基督徒在哪里? 教会在哪里?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是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 我们是这个社会里面的良心 所以在这里我们讲两大点 第一就是教会是宣讲神奥被智慧的中心 读到这两句经文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就是保罗告诉我们 神计划里面 在这个宇宙里面有一个计划 就是这个教会 而这个教会是用来改变这个世界的 如果教会改变不了世界 教会就没有发挥了它应该原有的功能 有很多人简化了 基督信仰就是个人的关系 这句话我听得太多了 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被人教 我以前也是这样教人 经常都很着重 就是信耶稣是个人的关系 那些信了耶稣 就说我不行 我不能回教会 因为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回教会 我女儿也不高兴 或者我儿子也不高兴 之外有很多这样的理由 以前教我全福音的人 就说你这样跟他说 不要紧 因为信耶稣是个人的事 是你心里的事 你先相信 然后你慢慢祈祷 然后你就可以祈祷神 去改变他们的心 一祈祷就十年 十年他的子女也不改变 所以十年他也不回教会 这种思维 难怪我们教会不够人坐 难怪我们坐在这里的人 是冷冷淡淡的 我不是说我们这个独特的教会 但是我相信 整体的教会是这样的 方向或者倾向的时候 个别的教会都不愿意 个别的教会都有类似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醒悟过来 所以当我们把基督信仰简化成为个人的经历的时候 他有一个概念 既然是一个个人的经历 既然是关于我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信了耶稣 我将来肯定可以上天堂的话 教会回不回是另外一回事 需不需要回来教会是另外一回事 就好像外面一些club 一些社团 你加入不加入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用这样的概念去看教会的时候 甚至乎有些人说 好 勉为其难就加入教会 成为教会的会员 但是其实他内里对这个教会组织 不存什么希望 因为过去太多包袱 我刚才已经说过 我相信教会真的有很多要改的地方 有很多改革和更新的需要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过去一些负面经历 导致我们今天轻视教会 忽略教会 离开教会 不委身于教会 教会伤害你 关神什么事 神伤害了你吗 没有啊 所以如果教会伤害你 你只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地学习 为什么这个教会会伤害 你又做了什么去尝试去改变呢 或者是加入你自己的能力 去使到这个教会尽量地回到合乎神的心意的路上呢 第一兄姊妹 虽然今天教会有很多缺短的地方 真的有很多需要改革更新的地方 有很多甚至乎是神不起悦的地方 但我可以告诉你 神没有放弃教会 神仍然积极地去栽培 他会修剪教会 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教会 我们不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教会以外 你必须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需要与教会共存亡 共兴亡 共同地走这条艰难的道路 你的名字可能在历史书上不会记载 但在神的故事里面 在他的故事里面,你的名字一定会出现 虽然我们不为人知,却为神知 在世界历史书里面,如果你读过历史的说法 你看到历史书里面记载的是什么? 一些很主要的事件,对不对? 大人物、大事件 什么时候会记载一些小人物、小事件? 没有,历史书没有记载这些事情 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着重的 圣经着重的是什么? 圣经着重的是这个神的民族、神的选民 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发展的 所以教会是宣讲神奥秘的中心 我们必须领受这个奥秘之后 我们要成为这个宣讲 我们要成为Mouthpiece 这个宣讲话语、口、传递信息的声音 教会是借着苦难和祷告来完成宣讲的任务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看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创办人 看看保罗这个奥秘的管家 他们一生所经历的就知道了 加上所有属于耶稣的使徒们 十二个使徒 他们全部都是为主殉徒 除了约翰之外 可想而言之 圣经里面教导一个真理就是 荣耀的路是必须要经过苦难 荣耀的路是必须要经过苦难 受苦与荣耀是分不开的 是一个银币的两面 你看到这边很荣耀很光荣 反过来就是痛苦 就是关难 The road to victory is suffering 通往荣耀的道路是受苦 是痛苦 教会要经过 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很多的时段 教会是经过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前人 他们的生命 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真理 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字 为了福音来牺牲的 弟兄姊妹到今天为止 仍然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 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和太太Linda祈祷的时候 我们都为这件事情感动 也常常为这些宣教事 我们觉得骄傲 虽然我不知道她是谁 虽然我不认识她的名字 但我为他们 我觉得骄傲 因为她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他们是愿意把一切都放下 去到一个很不熟悉的地方 无论是天时地利 环境 言语 所有的东西都不习惯 在这样的环境下 有时还要受到仇视 迫白的环境下 仍然忠心为耶稣基督的传道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为他们开心吗? 我们不应该为他们骄傲吗? 为我们这个角度里面 竟然有一些这样的勇士 能够走上前线 去到去争战的时候 我们应该尝尝纪念他们 我们应该尝尝为他们感觉到骄傲 因为事实上没有了这些人 这个角度很难扩展 受苦的原则 可以用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 不要以为只是使徒才受苦 或者只是带领人宣教士才会受苦 非有 我们只要活在光明里面 我们就会被黑暗逼白的 这个是肯定的 只要我们高举光明的灯的时候 黑暗就自然会有逼白的事件出现 耶稣说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人记骂家主事必须仆 何况他的家人呢? 很明显的 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如果他们逼迫我 他们也会逼迫你 除非你不是我的门徒 所以彼得说 基督记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 彼得前书四章一节 什么意思? 将受苦 我们愿意为基督受苦 准备好为基督受苦 这件事情 这个意识形态 成为一个兵器 去抵挡我们的敌人 这些敌人会逼迫我们 希望我们妥协 希望我们跌倒 希望我们后退 但我们怎么打他呢? 我们不是用真刀真枪 而是用我 够胆为耶稣基督受苦 这个兵器也是大 接下来 我们看到教会 是用祷告来完成任务的 John Pip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John Piper这个牧师的名字 他说了一句说话 我将他翻译成为中文 他说 祷告就是向神 呼唤神 赐予更多工人和工营 来到前线的途径 就是呼唤神 赐予更多工人和工营 来到前线的途径 所以我们的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呢? 愿你的各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意行在天上 我们每个礼拜都 都诵读这个经文 但如果我们诵读的时候 不是念口往 它里面的每一句说话 都是意重心详 我们是否真的愿意 神的旨意降临在这个地上 那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神旨意降临在这个地上 他是借着什么出现 借着教会 换句话来说 是借着你借着我 换句话来说 当我们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在祈祷什么呢? 其实在祈祷 就是说 神用我成为一个 你的旨意能彰显的渠道的意思 神如果不是借着人神 神怎么彰显祂的旨意 是吗? 神藉着保罗彰显祂的旨意 神藉着耶稣基督彰显祂的旨意 神藉着彼得那些使徒们彰显祂的旨意 同样的 神藉着教会来彰显祂的旨意 这个教会就是你和我 所以 最后 祂说到你们要放胆无据 读信不移的来到神面前 这是说到我们的祷告和侍奉的态度 放胆无据 英文是 bonus 大胆来到神的面前 你不用担心会遭到拒绝 读信不移 英文是翻译做 confidence 这个 confidence 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是自信 不是自信的意思 在基督里面从来没有自信这回事 我们之所以能是因为有基督 不是因为我们有所以我们自信 所以读信不移的根基乃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为什么保罗说 是因信耶稣和在他里面 我们读信不移乃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 因为我们是信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个 confidence 我们能够有这个信心 来完成教会的使命 在最后 弟兄姊妹 如果教会真的是神在地上 好像我刚才所说 是一个宣讲奥秘的中心的话 如果教会是神旨意的核心的话 我们都应该拥有相同的看见 神认真的东西我们不要忽略 我们夫妻之间有很多时候都有些争论 有很多时候都不明白对方 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东西说了 或者有些东西的看法 那我就觉得 你知道吧 那种态度呢 我们弟兄有没有试过 我想你也应该试过 虽然没有这样的表情 但是你心里就觉得 那样就可以了 芝麻绿豆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吗 神教了我一个功课 那句功课当然 我领受的时候是用英文的 所以我先用英文说出来 就是说 你不要从你自己的观点 你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的时候 算了 你就不需要注意 你就不去注意 不去听 不去留心 我这些东西学得很惨 我真是一个大圣子的人 神博得很厉害 所以神看重的东西 我们千万不要恨气 神看重的东西 我们千万不要不量 将它撥在一边 如果教会是神这个宇宙里面的 核心计划的中心的时候 我们必须重新思量 教会与我的关系 我究竟如何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应该甘心于平庸 我们不应该甘心于一个机械化的敬拜 一个没有热情的团体 所以相反的 我们应该好像保罗和把这个异象摺了之后 我们热心地投射在别人身上 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 这个其实是一件事迹来的 不是故事来的 不是make up的 我想这里有一半人是用Apple的 对不对 大家都记得很多年前 Apple曾经有一段经济不太好 搞得不太好 这个董事长Steve Jobs 他就去纽约去找一个人 这个人叫John Scully 他是谁呢 John Scully John Scully当时在百事可乐里面做 不知道是做CEO 还是做什么总裁 忘记了 他的位分 不记得 Anyway Steve就很想邀请John Scully 去加入Apple 因为他认为他可以帮他们 带出他们的困境 他去纽约找他 跟他说希望他能够加入 说了很久 Steve就告诉他 你要给我天文数字这么高的代价金 还有很多福利 对Steve来说 当时公司利润不太高 甚至可以说不是很好的经济环境 很难达到他的要求 但最终Steve就咬咬 好我给你 不过你要搬去加州 你不能留在纽约 因为当时Steve就强调 他只不过要留在纽约 来做顾问而矣 他仍然不想全身投入 因为他在里面很可能 很喜欢现金的职位 或者什么原因也好 这个Steve就想了 一会儿跟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 他说 中文我翻译就是 你是否想在余生里继续卖糖水 还是你想改变世界 他英文就是 Do you want to sell sugar water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Pepsi Pepsi Or do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这个Steve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 他额了 他想了一会儿 他答应了Steve 因为突然之间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没有这样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 但兄姐妹 就好像我开始的时候用这个比喻 这个故事 三个工人在作石 有两个工人 他只是看着我是作石 我是找餐吃 只有一个他看到的是什么? 我正在建造一间伟大的教堂 弟兄姐妹 你和我今天都在建造一间伟大的教堂 这是宇宙性的教堂 这是耶稣基督用补血买属来的教堂 你愿意参与吗? 你愿意伟生吗? 你愿意为了这个教会来 去赴上一切吗? 我们祈祷 弟兄姐妹 主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首先是要求你遥说 包括孩子在你的面前 在过去都有多多少少少忽略教会 是没有完全伟生在教会 你捍为众的 我捍为兄 你把教会放在中心里面 我将它拨在一边 主耶稣基督 遥说我 遥说我们当中犯过这个过错的人 主今天在你的面前 帮助我们立下一个意愿 我们从今后 委身于教会 爱教会 包容教会 帮助一起去建造教会 因为这个是你的心意 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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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处以后 灵性地位 任一道声 当我前行 托告不停 高处令我向高处行 高处做我 使我稳健 凭上站在 宿天告约 我心向往 更高自地 高处令我向高处行 充满以后 非我所要 身屋自处 别人还愿 伤害自欠 但我最求向高处行 高处做我 使我稳健 凭上站在 宿天告约 我心向往 更高自地 高处令我向高处行 我愿盼登 最高自地 得见天国 永华美景 拥上站在 皆さん点 Tri families 求求求求求求 即到天庭 求求令我 向高处行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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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不平 高处 FERGU険urch 高处令我向高处行 求求求求求求 请看传道为我们祝福 今天祝福的话语是来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和二十一节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弱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承传你们 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赞美赞神万福之间 世上万民赞美主人 天使天官赞美主美 赞美圣父圣之圣灵 阿们 好请坐 欢迎第英主们 今天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广东台 赞美 我們花一點時間來看看我們今天會不會報告 在離開這個星期下 我們在2021和2022年新選的理事會 是一個整天的理事會的策劃 由9點鐘到5點鐘 所以為我們這班理事策劃的工作來期待 有3、4、5項都是為Avana的事工來作這個報告 大家可以拿來看看 最後一件事是我們在7月中 我們是在教會舉辦一連串的同工領導研討的系列專題 李牧師已經在電訊當中寫了詳細情形 大兄姊妹留意和邀約來參加 好,我們今天的報告就到此為止 我們默套之後開始生會 我們要來聽聽聽